大家好 我是小屁 韓服天堂M在前一陣子封鎖了18萬個帳號 令台服玩家羨慕不已 在7月26號遊戲舉止也有所動作囉 依官方的 數據來看總共是封鎖了 10萬5860筆帳號 那當然 這個 10萬多帳號應該大部分都是工作室啦 但是也有一些可能就是 多開玩家、轉轉玩家或者是使用外掛的玩家 今天這部影片就是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或討論一下 如何避免被鎖帳號以及被鎖帳號之後你如何 去回報或者是拿回你的托管帳號 OK 首先就是 這些托管的名單 大部分啦 要嘛就是工作室 要嘛就是你有多開過 你有轉過藍轉 你有使用外掛輔助程式腳本 用什麼同步器之類的 那你這個一定是高危險群就算你 這一波沒被鎖可能 將來被鎖的機會也是很大 那你在被鎖的時候你會收到一封 可能Google的信然後是遊戲舉止寄給你的 那他就是裡面會寫說什麼你帳號有什麼被盜帳號的疑慮啊 或是有幹嘛幹嘛的疑慮 然後他就幫你托管 那你如果去跟客服 聯絡的話 他就會要 求你填這個回報單 那這個回報單的 網址我也會附在我的影片下方 大家如果你有被 托管到了 那你也確定你 沒有多開 沒有轉藍轉 然後你也沒有什麼同步器 外掛輔助程式的話 你可以去填填看 也許你拿得回來 那這邊他有跟你講說 他作業時間大概是7天 對那如果回填資料正確 直接解除托管 你提供 不齊全的資料 或是資料不符合者 就是 直接就是無法提 申請審查 就是 可能就是永久鎖了這樣子 他這個不會回復審查結果 就是你 填完之後7天後 你再來 上線你的帳號 如果是通過了 你的帳號就可以上線 那如果是沒有通過的話 就 你的帳號就 買買了 所以說 你 要避免 你的帳號被鎖的話 就是盡量不要多開 我個人是覺得 看一些討論版 或是一些LINE群 社團 都說 有些人雙開就被鎖了 雙開就被鎖了 OK 所以你今天 假如你今天你是無課的話 或是小課 那你就不要去做那些 容易 讓你自己的帳號陷入 高風險的一些事情 那你如果你真的很不幸被鎖的話 就是 一來就是通知客服 二來就是回報單 你如果是中課以上的話 有VIP專線的話 就打VIP專線 可能不會每個玩家都給你 滿意的答覆啦 但是至少他們會去處理 這樣子 這一波的 鎖帳號 我是覺得做得非常好 因為 本來工作室就那麼多啦 蠻建議 遊戲橘子 可以 學習 韓版或日版 你可能 一兩個月鎖一波 大的 因為 你這一波鎖了之後 工作室還一定會在那邊重生 所以說 等他們 快要長大的時候 你再鎖一波 讓他們 永遠都只能掛在低等的地圖的話 那這款遊戲的遊戲體驗 必定會加分不少 OK 以上就是這一次 小屁想要跟大家分享 如何預防鎖帳號 以及被鎖帳號之後 該怎麼做的影片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小屁的YouTube頻道 以及把這部影片分享給 所有喜歡玩天堂M的盟友 以及朋友們 我是小屁 我們就下次見 大家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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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